來關心共一大高雄用水的高平家 早上水質又發生不正常 作成七千豬現在沒有水堂用 高雄市寬佈局派人去調查之後 初步現在懷疑說 可能是水頭那裡在做工程 冰了這個地站的這些土 這些水質的作成又炒又爛 高平家水質又出狀況 作成高雄市七千豬停水 兩百豬水壓降價 在水公司標示 適合早上高雄市水手減是發言 原水的總有機碳 所持升到八點七 超度也升到八 是正常標準是兩倍以上 根據停止高平藍核液飲水 公司寬佈局也最派人 整個孫生菜園 並沒有發言到有減圓 不過發言藍核液地面在所存 發言是頂端到第三個土 他們去的 應該是一早的時候 他們有去動到所謂 河川的底層的腐質層那一部分 那就會產生臭味的上升 還有有機有機碳那個上升 所有沒有進行的數字 在了一點點以後 落實降價 這和晚上開始會有進行 今年在月底 各平價就發行水汽污漿 停水超過四十點斤 所以我也是要買到鄉手 三個月來就發行兩層狀況 自來水公司也表示沒辦法了解 水汽汽汽污漿 增加那麼高 還有有錯度也那麼高 我想應該不會這樣 我們有向核酸集氣反應 那二來的話就請環保單位 注意核酸核流的基塔 除了水公司是因為 隔平駕所准並不是這時 應該不是造成水是不正常的原因 已經通報相關單位加強基爭 傳播就是表示 隔水期水中偏家 可能造成有機碳農土生館 已經採集水質做進一步的法研 記者李宗安 戴昌坤 高雄報道